但你讲的就是怎么样从土地长出来的这些作物 然后透过萃取之后 可以变成你这个产品线的开发吗 开发的主原料 但是回头来说 它的源起都还是友善环境 友善土地的 这是一的部分 那S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对气作农的一些照顾 这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的social impact SDGs里面 就是联合国的这个SDGs 永续的17项 17项里面我们做到11项 比方说有那个减少贫穷 我们就把气作农的收入提高 我们是先付后种 你就先收到我们钱 就是不管你这一批 有没有受到风灾 什么雨太大 然后作物没有长好 都不管 你要先付钱给他 可是他交货收费慢慢扣 所以像春林 他去年跟近年都遇到台风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气作农 对气作农 所以这时候我们多时就想说 给我们给他一个建议 给他一个更保障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都愿意 因为愿意付出在 用自然农法种植 这个S这部分 我们的农油 气作农油 就经过我们培训 我们的农师署培训过 所以我们讲说 S有两个前端的后端 你有友善气作农 再来就是说 你也知道 我们萃取之后的这些原物料 是由视障调象师 我培养了15位的 国际视障调象师 来做配方 所以两端都有social impact 视障的朋友一般都会觉得说 因为少了视觉 其他的感官可能特别敏锐 是 然后大家以前想象的 可能是听觉的部分 可是没有想到嗅觉 嗅觉很特别 我们讲说 我们人80%的力气 都在眼睛上面 你试着有一天 一个小时就好 你把眼睛蒙起来在你家 做什么事情 你就是想办法 你就发现说 第一个你不做事的时候 你变得很轻松 因为眼睛不用 整个一个人的 不用耗能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那上帝关了他一扇窗了 可是他开了 他练艺上门 他的嗅觉能力比别人强 所以你下次吃东西看看 如果你吃东西 你把鼻子捏一下 你这样在味觉 就不一样 所以你常常说 好不好吃 你要摸摸摸摸 搅一搅 大脑告诉你好不好吃 对不对 可是嗅觉你一闻 好不好闻他妈高 他这是直解的反应 所以他 你闻这个精油 精度的香氛 你一分钟 那整个我们大脑嗅球 就已经传达了 所以一分钟 就到血液里面去了 这时候你闻好的 那就正想 那你闻到化学 那是蛮负面的 所以立刻反应也会 就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不管好或坏 但立刻反应都进来了 对 因为他就是嗅觉嘛 所以我们讲说 在这个S这部分的话 你有善农民 那你让他就是有 保价收购 对对对 然后你种越好 我收越多 我给的钱就越多 对对 再把它照顾好 他每个月都固定 会有收入来维持 我每个月固定就给他 对 比方说是十万块钱好了 可是他 这个香草 就是说 你长到一定的 那个高度的时候 你把它剪下来 他会继续长的 OK 所以是说 虚异草 你种在海边 一年可能是一收 是 而你种在重谷那边 还把300到500公司 他一年可以两到三收 哇这都是很专业 所以我们刚刚讲 E跟S还有G 所以所谓叫ESG企业的 就是这三个都要符合 是吗 基本上都要 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得到 台北市亮点精英的 社会企业 那最近又得奖 我们最近公司 被颁了很多的奖项 当然就是说 公司一直很努力 就是在整个环境这边 我们得过绿金环境奖 然后亚太 这个社气高峰会的 环境永续奖 然后我们也是做 全世界最小的公司的 碳盘查 我们在去年前年就做了 所以你才知道说 你耗多少的碳嘛 因为耗碳之后 你怎么样从 你自己种植这边 把碳的这些碳权 跟这些碳实力 你把它平衡回来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 都是公司治理的一些指标 对 当然这是公司治理指标 然后公司也得到 那个real impact leader 全世界300强 我们这么小 我们是最小的 不过大家也有时候 也会好奇 尤其对于一般消费大众 有时候讲ESG 好像这口号 讲起来是很棒 可是实际上 也会担心 这种嫖率的问题嘛 你今天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很多人在广告的时候 FB你看到说 它是ESG的PAC 我说你怎么ESG 你可以把它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 所以太多这样在嫖率了 太多了 可是有一些单位 在上课认证 等于是协助嫖率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本来是在协助嫖率 好像我上了这个课 我拿到某一个认证章 盖上去这个产品的外包装 我就是ESG的 那边嘛 但很多人要上到排队 两三千人 在排队 解诱性大师 那边 那是真正在做这些事情的 它可以上八十个小时 你还要讨论 然后你还要实作 然后你还要报告 那你要看有序报告书 然后你落实怎么落实 你公司是怎么落实的 你怎么盘查 我举例来讲 如果我们公司人 都开车上班 对不对 或是搭交通工具 那你这时候探的那个足迹就不一样 这个也要算在里面 你要算进去 就是公司同事大家上班 怎么上班要算在里面 算在里面 但是我如果开车 那如果大家开 对开电车 好了我们再讲了 我们两个都开 那就不远了 开电车都不一样 我是开油车 对不对 我从外双溪下来这些 然后我们不只管讲说 老板你这样那个碳足迹 这什么的 蛮重的 所以大家每天上班都要先填 我今天上班 我从哪里到哪里 你盘点 对啊 那要这样做到 当然你印多少影印纸 你耗多少电啊 水都要 碳税开真的是很可怕 很多人的报表 现在看起来都是赚钱的 碳税开针 你出欧洲很多人都是赔钱 尤其是那些螺丝啊 螺丝起子啊 那些 那些传统产业工厂这些 对 因为它的耗能 它是特别的 它被算了很多 所以他们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像是30年前 我们进欧洲的时候 电子用品不是西医啊 对 ROHA 无签 对不对 要live free的时候 那你就大家赶快做 然后不敢再用签 他一倡议你就要做 那是不是很好啊 你无签嘛 对不对 那是减碳 那是很好的事情 那地球被我们搞成这个样子 对 对 真的 所以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当你在种香草的时候 你是在布碳 在你的土里面 对不对 所以它会扣吗 会变minus 扣掉你的一些碳吗 你可以如果计算出来 比方说每一公顷 对不对 那个杨博士那边 对 然后秋中博士那边讲说 每一公顷 它的碳的含量 大概是几公顷 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我回头还是好奇 就是如果一般民众 刚才讲到 漂流的风险其实很高的 对 非常高 对 那我一般民众 我要怎么样去辨别说 我其实是想要 我愿意花更多的钱 来去支持ESG的企业 或者是说ESG的产品 作为我地球寸一份子 我可以尽到的一份力 可是问题是 我不确定 我现在买到 到底是不是 我要怎么确定 我不能讲说别人不好 但是我可以讲我怎么好 第一个你上我的ESG 你可以看到我的区块链 区块链是不可以篡改的 那每一块地 它有种什么样的作物 然后它含多少的碳 对不对 然后它经过 无人飞机扫描之后 绿色的就是有阅历树 没有阅历树就是死掉 就红色的 我们就打案去整理 这个是无人飞机 它在俯视的时候飞下来 它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有围气候站 围气候站 我们就讲说ESG select 里面围气候站在侦测 你这边的阳光空气水 然后你的湿度 对不对 那你的土地的电解值 跟土地的含水量 你低于多少 你要浇水什么 我们就不会浪费水 一般那是空中一直浇 没有 我们是水带在地上 所以就说你水 也不会浪费掉 因为你有监控到说 它那边含水量 是20 30 这时候你要加 如果是含水量 5 60那很高 你不用加 那都是有监控系统在 然后如果说 你这个围气候站告诉你说 七天后会有台风了 你要提早采收 就不会造成灾水 他说我在台东 比方说资本那边 大午那边 他说围气候站 七个小时之后有焚风 你赶快要灌水 是是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 滤金的智慧农业 所以我们是少数在亚洲区 尤其在台湾 香草是我们是这种 比较智慧型的种法 你是用这种方式在做 也就是你的生产领域很清楚 那大家如果要去选择 夜市学企业 你也想要确认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公司的行号就必须要把 这样子的生产过程 你就要把它 非常清楚的要公开出来 让所有消费者能够看得到 对我们是及时影像 所以你可以login到我们玩 只要是你们 是我们的一亩香草田的 订户跟客户的话 那我们就让你上去看 你的那个一亩香草田 比方说你是在东河 现在是哪些座物 对不对 它是你在池上的 那有的人是企业客户 他大概是属于哪一区的 他进来看 可以看到他的影像 而且他有缩时录影 每一小时有截图一张 所以从天亮开始 在六点就截图到天黑五点 所以你可以缩时录影 看他说 哇他整个150天的生长状况 你150天乘一天 如果是15张的话 那是两百两千多张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影像 从夏苗 他生长状况 采收之后 继续又生长的状态 所以说 很多人说我是天然的 请你证明你是怎么天然 你不能口号说你是天然的 所以有一阵子法令 政府就不让大家讲天然 因为你无法证明 然后就是我出一本书 叫这个零与一百的坚持 对对对 当然我透过这个YT的话 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把书放在这边 所以零就是零人工化学添加 也没有这些 我们讲说除草剂 也没有这些化学肥料 因为你有机种植 还有三个percent的残留 我们是自然农法 一百percent就零跟一百percent 一百percent的纯天然 所以你用在自己的皮肤 像我们两个都不喜欢上妆 对不对 不想像说你天然 因为你不要用到那些 开下的 不想像中生每天都还是在上 所以用的东西很重要 用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当我们不上妆的时候 我们还是自在的 为什么因为皮肤是健康的 就这样 因为你工作需求 你可能需要上妆 那第二件事就是说 当你用在身上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有负担 怎么可能洗完头发 早上洗 下午人家还这样说 你是某某品牌 那就是化学香氛残留 因为我们洗完 你看我们的味道 在四五十分钟都不见了 对 天然的就是这样子 对对 所以说某某 你说你是洗什么品牌 我说天哪 你是早上八点洗澡 还是七点洗澡 下午四点还闻得到 那个化学香氛 这种叫环境荷蒙 大家可能习惯哪种 都会喜欢这样 一整天都香香的 却不知道其实那个是 是比较不好的 对 不好的残留 很多人已经比较不用那种 喷剂的那个香水 会用精油 对不对 这精油是香水 最上油的原料 它加上酒精变成丁剂 再去做配香 对对 所以我说 你还要经过化工那一段吗 你就用最上油的 可是互出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代价嘛 对对对 那你用天然 就是有天然的香氛 那个价值在 那再加上我又强调台湾DNA 就像台东的 这个瓦伦西亚 还是什么 杜琪辰 对不对 还是台东的 所有的植物 萃取出来 茶树 因为台东有很好的 阳光空气水 所以你在S这边的 social impact 对土地 对农友 再也就是说 我们的调香师 四藏调香师 他们去过那边 他们摸过 他们想说 这个香氛 为什么那么天然 因为常常 我们举例来讲说 特别敏感 特别敏感 它我们的这个 田曾经有到下去 很多人我都做过 这个实验 很快小分子就吸收 好像一颗橘子 在你旁边 所以我们的种植方式 因为橘子吸的 最多的阳光 然后扒下来 是橘子皮 用冷压方式 所以 所以这些都可以在 公开的讯息当中 都是看到 当然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真的去找到一个 ESG的生蚕产产品的话 也可以透过 同样的脉络 去确认就对 溯源 去溯源 因为区块链就让你 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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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 就是说 如果你为了 要给主管机关看 那你做的会很痛苦 我是为了自己要解释 所以主管机关 从来没有叫我做什么 我们交给全家 我们的客户说 我们都附上 SGS的report 谁有像我们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追溯的 非常容易就追溯的 对 如果你是这样子做的话 农作物有问题 你在第一时间 你就知道 你就不会去制造了 因为每一个层级 而且你在加工的过程里面 它是低速的 它不能高速 所以你太高速 加温像那些化学厂的话 它生产出要有22甲烷 22甲烷是一个 制造过程里面 产生的化学的物质 它对于皮肤过敏的人 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过敏 应该讲话 年轻的时候都不过敏 当年纪大的时候 代谢变差就过敏 累积到我们有个触发点 对 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人年轻的时候 吃螃蟹的东西 都不会有事 可是他到了四五十岁 他就有事 其实很多都已经在累积了 就在累积了 对